曹操攻城不下一少年现实际,曹操用一记破城后,竟然命人杀害少年。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三国时期,荆州出了一位少年天才,名叫周不宜,聪明过人,深受人们敬爱, 自小便常以智慧帮助他人解决困扰,无论是相邻间的纠纷,还是复杂的战略问题, 他都能洞悉其中的关键,荆州被刘表统治时,周不宜的财名已经传得人尽皆知, 刘表眼光独到,将周不宜招至身边,任命为幕僚,年仅16岁的周不宜。 展现出的才华和智谋让人惊叹,然而命运的轮转让周不宜的人生走向了一段新的旅程。 曹操攻破荆州后,周不宜身无分文,只能继续为曹操效力, 此时的周不宜依然充满自信和锐气,未曾消沉,他的智慧光芒让曹操也深深地折服。 有一天,壮丽的金色云彩出现在天空,仿佛是神明降临人间的预兆, 曹操见此情景,心情激荡,决意借此契机宣扬汉朝的雄徒伟业, 于是他号令群臣作诗歌赋,展现汉朝的光辉。 周不宜得知此事,立刻感觉到了一种灵感的涌动。 他随手拿起纸笔,如神柱般的流淌出一篇风采飞扬的赞美之作, 他递交给曹操时,双眼充满了期待和自信, 曹操看到周不宜的作品,眼中闪过一丝惊艳的光芒, 他细读之后,笑声如雷,对周不宜的才情更加折服。 他心想,这周不宜果然名不虚传, 竟能一眼洞穿时局,用文字表达出汉朝的壮志好情。 周不宜在曹操麾下见露头角,聪明机敏的他,深得曹操欢心。 曹操为人精灵狡诈,善于用人。 对于周不宜这样的天才少年,他自然想方设法地拉拢, 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周不宜。 曹操竟然提出了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提议, 这一提议震惊了许多人,但周不宜却神色自若, 以年轻上早,心智不足为由,婉拒了曹操。 他的这一回应,让人们再次见识了他的机制和果断。 曹操的这一提议虽然被拒绝, 但他却没有因此对周不宜生气。 相反,他更加看重这位少年, 决定将他安置在自己的爱子曹操身边, 曹操自右边聪明绝顶, 对许多事情都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见解。 他与周不宜一见如故, 两人的聪明才智相得一张。 他们每天争辩,探讨各种问题。 从战略战术到天文地理,无所不谈。 这对年轻的神童伙伴, 每天的对话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。 他们互相激励,共同成长。 周不宜在曹操身边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愉快, 他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权谋正事, 而且与曹操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识, 两人一同规划未来, 探讨国家大事, 一同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时光。 然而,外界的风风雨雨并未因此停歇。 曹操对周不宜的女婿提议被拒后, 虽然没有表露出什么, 但心底却对周不宜留下了一丝戒定。 他开始怀疑周不宜的忠诚, 这也为他们之间日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。 曹操进军柳城, 旨在剿灭残余的袁绍势力, 然而,战况并不顺利, 敌军以绝地的勇气, 勇猛地抵抗, 使得曹军陷入了僵局, 眼见战士胶着,突然, 一个少年的身影闪现在战场中央, 他便是周不宜。 周不宜是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, 曹操早已看中了他, 他向曹操出现了十个独到的功成方案, 曹操略加斟酌, 及采纳的其中之一果不其然, 这一剂略立即展现出了惊人的效果, 柳城的城门应声而破。 此战一举成功, 周不宜的才智为曹操所倾倒, 自此之后, 他在曹营的地位也水涨船高, 但是随着地位的提升, 周不宜也激起了曹操的忌惮, 一些有眼光的大臣们看出了风向的变化, 纷纷前来与周不宜结交, 想借助他青云直上的机会抱个大腿。 周不宜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, 但命运却总爱开玩笑, 曹操的爱子曹冲突然病逝, 让曹操痛失爱, 也让周不宜失去了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。 那一刻, 曹操的去世不仅让曹操的所有希望化为泡影, 也让周不宜的命运开始了一段新的起伏。 曹操试图将周不宜安置在曹丕身边, 但曹丕与周不宜并没有曹操时的那种默契。 尽管曹操对周不宜的才华极为赞赏, 但曹操对周不宜的恩宠并未因此延续, 曹操对周不宜的评价似乎不再像当初那般亲近。 周不宜与曹冲的友谊深厚, 两人的心灵交流远超于他与曹操之间的关系, 而曹操的地位也让周不宜难以接受, 曹操的早逝让曹操意外地站到了他本该站的位置, 这一切的变化让周不宜的心境复杂, 他既失去了亲近的朋友, 又面临着人生道路的艰难选择。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, 周不宜的才华让他心动, 但曹操的话却让他重新审视了周不宜, 如果这样的人才成了敌人, 那必将给自己的霸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, 曹操的心中开始动摇, 他开始考虑如何控制这个可能的危机。 那个夜晚,曹操决定了周不宜的命运, 杀手的刀下, 一个智者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刻, 周不宜的才华和智慧, 成了历史的遗憾, 而他年轻的生命, 却因为一句曹操的不满, 就此消逝。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? 如果周不宜还活着? 如果他成了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谋士, 三国时期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浪, 这些都成了永恒的未知, 被埋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 周不宜的故事, 不仅是一个才子的悲剧, 更是对人性和权谋的深刻剖析, 他的才华让人惊叹, 他的命运让人痛惜, 他的人生却让人深思, 在权力的游戏中, 才华有时成了累赘, 而命运的无常更是让人无法捉摸。 也许, 如果周不宜当年选择隐藏自己的光芒, 他或许可以过上平淡的一生, 但他的才华和灵魂让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 即使这条路的尽头是死亡的寒冷, 他的选择让人钦佩, 他的命运让人叹息, 他的故事让人深思。 其实,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周不宜做过的事, 我们也能为曹操说句公道话, 周不宜该杀。 首先, 周不宜是曹冲的至交好友, 曹冲死后, 曹操以后再看到周不宜, 肯定会想起自己苦命的小儿子, 心中难免伤感。 曹操本来就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, 为了不再让自己被儿女私情所牵绊, 曹操的想法就是杀, 让周不宜去和儿子作伴。 其次, 周不宜确实是太有才华了。 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小孩, 就能攻城略地, 实测灭城, 曹操固然爱财, 可是也在深深地担忧, 五大谋士都是中年人, 而且都已娶妻生子, 有短处也都有性格缺点, 所以也比较好驾驭, 但是周不宜这么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胆略, 长大成人之后, 前途是难以预料的, 这样的人如果留给自己的儿子, 肯定会出事的。 最后,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, 周不宜是荆州人, 208年, 不仅有曹操刺杀周不宜, 还是赤壁之战, 曹操被打得大败, 是孙流联盟的战火, 烧得曹操差点命丧江南, 这是怒, 而且, 这一年, 曹操还夭折了, 这是悲, 又悲又怒的曹操, 看到眼前这个很像自己儿子, 还有着荆州血统, 出口成章, 满腹经纶的周不宜, 曹操能不弃, 能不恨吗? 有这三点原因, 周不宜被刺杀, 就更加合情合理了, 但是, 我们还是客观说一句, 周不宜是年轻有作为, 但是这件事, 还是给曹操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, 历史上周不宜是死于刺客的刺杀, 而非曹操赐死, 周不宜去世时, 也才年仅17岁, 却抱憾而终, 如果曹操没有赐死周不宜, 让这少年活了下来, 会是什么样呢? 我想, 周不宜一定不会归顺曹丕, 他的一生一定会很精彩, 一定会有一番作为, 但也会因为好友的离世, 而失去一部分的光彩, 如果曹操和周不宜都没有死, 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? 想必以他二人的才智, 一定会书写一番传奇, 三国的历史也会随之改变, 总之这都是想象, 曹操与周不宜的一生, 可谓是天度英才, 抱憾不宜。 关于周不宜这个人物的史料记载, 让后世人觉得疑点重重, 首先就是攻柳城石献祭, 其中最大的疑点, 就是十几岁的娃娃。 缘和会出现在征战的前线, 况且以曹操的做事风格, 恐怕不会去刻意在乎一个十几岁的孩童, 就算是曹操想要除掉周不宜, 那也不会用派遣刺客的手段, 这样若是被人发现反而不美, 相反以曹操当年的权势, 随便给人安一个罪名, 也就杀了。 如杨修, 孔荣等, 这些与曹操在政治上有冲突的人物, 还不是被曹操给安上一些罪名给杀了。 曹操若是真想给曹丕铺路的话, 要杀也绝不止杀周不宜一人, 朝中比周不宜聪明, 且老谋深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 就算是曹操想清理, 恐怕也轮不到年龄上小的周不宜。 最后要说的是, 以曹操的雄才大略, 不至于担忧, 一个娃娃会对他的政权造成威胁, 他也有着平民崛起所没有的自信, 因此不管怎么看, 周不宜这人的记载疑点都非常大。